素有台灣新聞界普利茲獎美誼的曾須白先生新聞獎 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新聞獎項 除了公共服務獎之外 近年來攜手企業設立多項新聞獎項 110年更在中加集團贊助下 新增媒體素養獎 鼓勵大眾媒體直播媒體素養教育相關內容 曾須白先生他最重要的就是重視公共服務 所以我們這些合作的夥伴 他們都是在社會上 也都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公共服務 今年非常榮幸又中加加入我們 又創辦了一個媒體素養角 讓大眾能夠進一步了解媒體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的廣誤跟深度都不斷地在增加 科技越來越發達 這些假資訊藉由社群媒體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深切覺得說 國內民眾能夠正確地視讀這些資訊的真偽 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議題 中加作為國內最大的有線電視的經營者 我們是希望藉由這個過程能夠拋磚引玉 喚起更多人 尤其是媒體同業的一個重視 對於媒體素養這個題目有更多的關注 以及後續更多的報導 本屆媒體素養獎總共有34件作品參賽 5件作品入圍競爭激烈 最後由親子天下數位專輯認識網路二郎 破解網路兒哨性剝削陷阱 以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查核工具箱兩組參賽者獲獎 那我想這個獎項有很特別的意義 那這個就是主要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系列 跟讀者把這個數位試讀的能力 帶還給讀者 那讓每一個閱聽人都有這個媒體試讀的能力 那媒體試讀已經成為一個數位公民基本的素養 本屆曾須白先生新聞獎總共有439件作品參賽 較去年增加了110件 而多元的獎項不僅讓新聞內容議題更加豐富 也鼓勵新聞從業人員製作更具廣度與深度的新聞內容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